当地时间1月30号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没有向乌克兰提供F-16战机的计划 美国政治报近日报道称 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之后 近日美国军方内部正在推动向乌克兰提供F-16战机 不过拜登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 否认了这一说法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提供军事支持 乌克兰国防部长顾问1月27号表示 乌方下一步争取获得的军事援助是战斗机 然而截至目前 欧洲多国在原乌战斗机问题上态度谨慎 德国总理舒尔茨明确表示 德方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 法国荷兰两国领导人则表示 不排除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的可能 但需警惕冲突进一步扩大的风险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月30号表示 西方正在助长乌克兰方面 不断提出的更多武器需求 这种死循环将导致冲突显著扩大 我们下注入军事援助